总统赖清德现在是频频在测试对岸的底线吗 因为近期的一些发言都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 好 先来看到他有预录一支影片在峰会演说 这当中痛批了联大2758号决议遭到对岸的扭曲 好 赖清德他说 民主台湾跟专制中国互不隶属 中国恶意扭曲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决议 并且跟一中原则做不当的连结 这个决议呢并未涉及任何台湾的地位 这个是世界民主同盟的高度共识 因此他呼吁民主国家跟台湾应该要联手撑起民主保护伞 共同来遏制威权主义的侵害 好 中国在台湾海峡 东海还有南海加剧军事恫吓 并且用经济胁迫还有认知作战等等灰色地带的战略 要影响全球和平 好 这个是他的预录影片当中提到的说法 另外我们来看到再往前推一点点 9月24号他出席了基督教的活动 这一天他说因应哪一天大陆真的武力犯台 洪水真的来也能够临危不乱 让国军政府有更大的力量 能够因应外来的攻击 另外他说了台湾绝对不可能签署和平协议 好 但是呢网友立刻说了 现在有谁要找他签吗 人家不太理他 但是他一直自己在创造话题 历史哥李毅修他也直接说了 好吧 要嘛你战胜 签胜利协议 要嘛你战败 签城下之盟 至于两岸和平到底是什么呢 暴君表示他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啊 再来看到9月25号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他直接呢向国会喊话了 他说如果我国的国会提出的共同声明 跟国际同盟不同 那么将会非常严重 所以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所带领的国会 能够凝聚力量为台湾发声 好 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再来看到 有人说这是所谓的两国论在升级吗 各界的看法又是如何 因为在5月20号这一天 他提到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好 6月19号又说了 中国并吞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策 当然种种发言就是想要在测试对岸的底线吗 专家学者怎么看 这个是淡大的教授李大中老师他说 赖信德或不隶属的说法跟520演说 看得出来是一脉相承的 好 重点在是否站在守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立场 或者是借由该议题企图要打一个擦边球 夹带台湾主权未定论 或者是隐形台独等等的特定意识形态 立委 赖世保则认为 好 赖清德你既然强调 美国是支持这个2758号决议 不包含台湾的论点 那么就该请跟台湾关系 坚弱磐石的美国 你去联合国提案 2758号决议真的 其实不是台湾问题 而是中国代表权的问题 好 现在呢 你把这个台湾给扯出来 只是拿台湾当成跟中国大陆抗争的筹码而已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则是认为 中华民国其实是有中华民国的宪法的 一切就按照中华民国来做事 另外呢 这个朱立伦他则是说了 对于2758号的决议文 他觉得党团的回应不妥 因此现在传出的消息是他亲自操刀修改文字 改到了半夜两点钟 好 国民党这个立委林燕秀就说了 重大的议题涉及了两岸党的核心价值 因此呢 他也特别澄清还有强调说 朱立伦跟国民党团是有一定的默契 沟通上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因为呢 有人质疑说 国民党团这一回的这个回应速度 是不是太慢了呢 中国时报在今天所做的新闻透视就提到了 总统赖清德就职不过四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不断抛出两国论等等各种的论述 当然他一中一台的两岸定位日益清晰 现在国际间还有很多战争 战火不断 美国总统大选也即将登场了 另外就是中美关系充满变数之际 台湾其实在此刻应该要小心谨慎 不断用两国论来作为两岸关系或是北京反议的临界点测试 反而会让台湾陷于被动状态 好 当然这些不知道总统赖清德有没有听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针对这个部分 像是桃园系员黄敬平他也很酸赖清德 你的话说的很有气魄啊 但是呢 赖清德恐怕是刻意在制造一种氛围 想要用一种冲撞式的思维来巩固自己的领导 讲起来好像很有气魄 然后大家会觉得他突然姓赫不姓赖 叫小赫不是小赖 当全世界都尽量能够用和平的方式去避战 用彼此拉近交流 而不是用彼此对抗的这个思维的时候 请问赖清德你是想要把台湾变成黎巴那个以色列 等我先飞离开台湾你再大声好吗 战神阿德请问你儿子人呢 你认为说备战就能备战 当然了没有人说这个要放弃任何的这个装备跟战备啊 可是并不是要你把这个拳头或者是把装备武装起来 马上就是跟对岸要喊冲喊打喊杀 否则你现在就直接开战吧 我认为赖清德是那种冲撞式的思维 去巩固他个人的权限来极权式的领导整个台湾 在国内的这样一个氛围 这是一种不自的这种统治和领导方式 那要不要跟大陆和平相处 那如果不跟大陆和平相处 我们就准备战争宣告吧 现在这个赖清德只在双手猛锤战鼓 叫台湾勇敢献巧 向前冲 那我们也只能说 祝福来清德 你真勇敢 别人的小孩死不完矮 年轻人准备上战场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探光清爽高防晒凝露